你好,我是加百丽 在上节视频中我们讲了CSS中的绝对定位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一些相对复杂的布局 接下来这小节 我会用三分钟的时间继续教你更多的定位布局方式 首先你需要知道的是 定位中的Left跟Top值是可以取复数的 也就是说理论上元素可以定位在任意的位置 我们平时见到的各种那些小的图标按钮或者装饰 都是通过定位来完成的 但还有一种定位方式比较特殊 比如我们在浏览网页的时候 当我不停地向下滚动这个页面的时候 注意这个按钮 无论页面怎么滑动 它的位置都是始终不变的 这个按钮并不是相对于某个元素定位的 而是相对于整个网页来定位的 我们管这种定位方式叫做固定定位 固定定位的写法是Position等于Fixed 我们只要给想定位的元素写上Left和Top值 再加上这个固定定位就可以了 由于固定定位的元素是相对于整个页面来计算它的位置 因此我们不需要再对其他元素做任何额外的设置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关于固定定位的联系 来看一下百度的图片搜索 当我向下滑动页面的时候 你注意看头部的搜索栏区域 它的位置始终是没有变化的 我们现在来写一下这个效果 首先呢在我的页面上 这个Div就是我们顶部的那个信息栏 它的ID叫Div1 这里呢我给它的宽度设为100% 高度是110像素 接下来我给它增加一个position定位方式写成fixed 然后给上Left值等于0 Top值等于0 然后我们打开Chrome来测试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顶部的信息栏现在就是固定不变的 这就是我们讲的固定定位 最后我还要再来补充一下关于定位的特点 假设我们现在有三个元素ABC 当C元素变成了position absolute之后 它会把谁当成参考系呢 那就要从它最近的负元素开始插找 上一节我讲到负元素如果想变成参考系 需要设置position relative 其实更严谨的说只要这个B元素设置了定位 不管是relative absolute还是fixed B元素都会变成C的参考系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那如果B元素没有设置定位呢 这个时候就要观察A元素 如果A元素设置了定位方式 那么A元素将会变成C元素的参考系 如果A元素没有设置定位 那就会继续向外层查找有定位的负元素 直到我们的HTML标签 如果都没有找到 最终就会以浏览器窗口为参考系来进行定位 好的 关于定位的知识就补充到这里 以上